大家好,我是大陆 欢迎收看大陆的11月份手游介绍影片的第二期 不知道大家在双11下手的包裹都到齐了吗? 大家都买了些什么呢? 啊不对,离题了 那这一次大陆将继续给大家介绍12款11月份不错的新手游 有的游戏还在测试当中 要是找到自己喜欢的话,可以下载来体验看看 然后等该游戏正式上线后再来补一波 那么今天还是一样 有美少女元素的游戏 而且这次还有由Square Enix推出的 新的最终幻想系列手游 还包括了一些MMO的游戏 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喜欢的新游戏 那现在大陆就开始介绍吧 Source Contract 无尽战绩 无尽战绩是一款采用了奇幻题材 比较硬核的二次元动作RPG类手游 游戏拥有庞大的世界观和剧情 并采用了强操作通关的游戏方式 意思就是说,这游戏并无自动战斗 而是采用了全手动操作的玩法 所以在每个关卡中 玩家需要点击技能键触招攻击 然后消灭所有敌人即可获胜 类似于崩坏山的那种类型 但大陆是觉得 这游戏其实还蛮考验玩家的操作 不是说只要拼命的点击攻击就可以了 有时候也需要走位 或闪躲敌人的攻击 然后看准时机来个大反击等 将这些技巧善用的好 才会提高通关的可能性 作为一款二次元动作类游戏 人物模型和例会都还蛮精致的 动作技能之间的衔接十分流畅 给人的打击感很好 但大陆认为还有待提升 此外还有其他丰富多样的玩法 以及挑招模式等要素 另外在剧情动画方面 玩家可以选择热语或国语的配音 而大陆发现在近几年 有很多的游戏厂商都使用了热语配音 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还好 但是听多了 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反感了 就像大陆一样 因为每天都是玩很多不同的游戏作品 知道有很多的游戏 都是以热语配音为主 听多了都让大陆觉得说 诶 这些不是中文游戏吗 怎么都是热语配音啊 所以说有时候配上其他的语言 说不定也会让玩家有个全新 并且不一样的游戏体验对吧 喜欢这类二次元动作游戏的玩家 可以去尝试看看这款游戏的 Eyes of Akashic 阿卡下之眼 阿卡下之眼是一款横板战斗的场观手游 游戏的打击感不错 而且画风和力会也比较养眼 作为一款宣传不多的手游 意外的质量却让人觉得满意呢 游戏关卡中一直可以带上三位队员 而且可以在战斗中根据敌人的属性 随时替换上阵 当然被换下来的角色 需要一段的冷却时间 才能够再次召唤上场 在战斗中 玩家可以使用普通攻击 来累积EX技能值 待技能值满了之后 自然就可以发动EX大招了 但你觉得EX技能已经是大招了吗 不对哦 在角色受到伤害时 会累积次元力 可以让角色在战斗中觉醒变身 并获得霸体和增加伤害等效果 而觉醒也分为两种 分别是普通觉醒和完全觉醒 完全觉醒的话 还能造成全屏伤害呢 另外游戏主要只有四名角色 每名角色都各有三种形态 所以不需要因为有太多角色学升级 而觉得感痛哦 此外玩家也能自由搭配角色的技能 让你可以拥有更猛快的打击体验 当然有妹子的游戏 也一定少不了建立牵绊等玩法了 记得给妹子们送礼物还有约会哦 要找新老婆的就一定要下载来试玩看看啦 Dragon Ball Strongest Battle 龙族最强之战 龙族最强之战是一款获得了龙族正版授权 由巨人网络所研发和腾讯发行 采用了全3D的MMORPG动作手游 这款游戏最大的看点应该就是使用了那超过30年 具备全球号召力的经典IP契龙族吧 游戏是基于Unity引擎所打造 并以全3D形式 还原那热血的剧情故事 其中场景和人物角色等等 都是忠实还原了原著的龙族世界 而玩家在游戏中将扮演小时候的悟空 并在从遇到布尔玛开始 展开了书籍龙族的冒险之旅 然后在旅途中与各个超级经典的人物邂逅 之后就会遇到各种强大的敌人 击败他们并最终成为宇宙的最强者吧 而战斗方式为即时战斗 和一般的MMO游戏一样 点击技能出招攻击 出招还算是比较流畅 招式也很华丽 只是缺少了点打击感 而七龙珠里的各种经典道具 像是金斗云 龙珠 超胜水等 也都能在游戏中获得 而最让大陆觉得不错的 就是在剧情那方面 因为厂商自力于打造还原度最高的七龙珠手游 所以动画制作的相当好 更有玩者声优现身 故事也是从悟空小时候开始 真的很令人怀念 也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 能够重新回味那经典的七龙珠剧情 人物动作也不会太过于僵硬 游戏的力会和画质方面也做得很好 总而言之 这款游戏制作的不错 而且也加入了大家都熟悉的 以天下第五道为主题的PVP模式 还原度真的很高 喜欢七龙珠的玩家 就不妨去试试看看吧 说起《笑傲江湖》这部经典的武侠作品 相信大多数人都看过的吧 故事中性格各异的角色们 真的让人看得非常回味 那么这部作品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展开呢 新《笑傲江湖》是一款武侠题材的MMORPG类手游 在游戏中 玩家可以选择成为五大教派中的一员 当然每个教派的特性都不一样 像是有输出或治疗系的 在这里 道路当然选择了有修炼葵花宝典的 妖艳教主在的乐园神教啦 而游戏也有捏捏系统 但与其说是捏捏 倒不如说是普通的创建角色会比较贴切 因为它并没有其他同类游戏的捏捏系统来得细腻 像是可以捏鼻子捏眼睛身形的那种选项 所以说若你想尝试当女王捏人的话 恐怕这里就让你失望了 游戏的画质和建模也比较普通 不过确实比换皮子骗人游戏好看得多了 游戏的故事剧情也比较吸引 而且你还能养成角色的性格和身份 想要变成东方不败或是灵狐冲 这些都是自己说了算 道路觉得游戏中的打击感比较普通 并没有遭遭命中的感觉 也不好瞄准 但是游戏的声优配音非常不错 完全没有太多的违和感 有的角色的声音还超好听的 让道路都舍不得跳过了 而且你还可以在游戏中鲁猫领取奖励 闲来无事还能到茶馆听听故事 而游戏也加入了大多数玩家都期待的 吃鸡玩法的虚身绝境模式 其他就包括了MMO游戏基本该有的系统 像是宠物、坐骑、时装等 另外也要表扬一下游戏BGM的搭配 开局经典夏奥江湖BGM还真的来得恰大好处呢 不论你是喜欢MMORPG手游 还是喜欢夏奥江湖作品的玩家 都可以尝试看看 Better Prime 至高之战 至高之战是一款采用了第三人称射击的手机游戏 玩家在进入游戏后 就可以展开属于你的刺激枪战对决啦 在每一层的对决中 一共会有12人同时参加 会被分为红蓝两队 一队有6人 而玩家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击溃敌方获得分数 最后得到最高分数的一方 就获得胜利 若你在对决中死亡的话 可以在重生的时候更换Prime 让你可以使用其能力以及色变来控制战场 并击败所有敌人 而在每次胜利后 玩家将会获得评分 然后就可以解锁更好的Prime 新的武器和装备等等 玩家也可以透过改装武器和装备 扩位不同的Prime 装备上不同的武器 让你的战斗风格变得更多样化 游戏的画面和视觉效果还算不错 射击感还好 但是现在游戏节奏很快 平均只需要5分钟一场 若你平认没什么时间 但又想来上一场刺激强战对决的话 这游戏或许适合你哦 Re-Evolved 我的起源 我的起源是一款杀合MMO类的游戏 游戏中玩家需要到处采集资源 再给自己的家园和角色打造装备或家具 游戏并没有自动寻入的功能 需要手动跟随路线寻找目标 这检大陆还蛮喜欢的 觉得这样才有探险的感觉啊 还有就是可以捕捉各种生物 让它们变成你的作伎和宠物 捕捉生物之后 你需要将它进行驯化 当中你可以使用各种佐料烹饪料理 而这些佐料将影响你宠物的属性哦 另外每个宠物都有自己的技能 像是回复生命 或是发动攻击等 之后你就需要继续培养升级它们 还可以让它们出来驻山哦 游戏中也有吸收元素等玩法 玩家可以吸收火或冰等元素 再转换成攻击技能 这点让大陆想起了最终幻想你的王子 也有吸收各种元素的能力 另外也有温度要素哦 当玩家进入高温或低温地区时 需要使用相对的食物或使用装备 来达到降温或保温等效果 此外游戏的画质频频 地质采用了类似我的世界的那种砖块效果 但是大陆还是要吐槽一下 在试玩的过程中 发现游戏给人的打击感并不太好 有时候还会出现卡顿的现象 这确实会影响到游戏的体验 但是喜欢这类杀核游戏的玩家 还是可以试试的 最终幻想 勇气启示录 幻影战争 最终幻想 勇气启示录 幻影战争 是由Square Enix出品 最终幻想 勇气启示录的续作 本作延续了前作的世界观 而官方也把这款游戏的玩法称之为战术RPG 游戏目前只有任文版 所以还真的是看得大陆都一头雾水呢 进入游戏后 将进行一连串的新手教程 大陆也只是跟着指示点击 大概明白是如何操作的 游戏中玩家需要根据各种场合 移动角色站点 再发动攻击 另外也需要注意角色的AP值 确保足够来发动角色的技能 当然也有最终幻想系列传统的召唤兽玩法 甚至可以直接秒杀全场哦 关卡中也需要善用各种技能和攻击范围 有效地提高攻击效果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你可以攻击自己的队友 还可以给敌方施加回血技能 所以发动攻击的技能前 你得先要好好的安排角色的站点和策略 而且关卡中也有宝箱可以收集 有时候还会出现陷阱关点 移动人物到关点就可以触发陷阱了 游戏的音效和例会依然没让人失望 但进入游戏主界面后 看着一大堆的按钮和色调 让大陆感觉有点混乱了呢 另外游戏也包括了升级和觉醒技能等玩法 而且角色觉醒后还有三个职业呢 当然素材都是靠刷的 又是肝痛的时候了 另外武器 召唤兽和礼服等都是可以培养 还有大陆最讨厌的技能术 看来这是个非常深的角色养成坑啊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试一次哦 维恩的最后零件 维恩的最后零件 是一款以童话卡通风格为主 采用了横版游戏方式的解谜动作冒险手游 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 玩家将指引一个魔法人偶 去寻找制作他出来的老爷爷 因为人偶沉睡了太久 记忆中老爷爷的身影也快模糊了 所以玩家必须为人偶寻找出路 并找寻回忆 让他能够与老爷爷重逢 而这款游戏的特色 就是让玩家操控着人偶 通过那有着重重机关和谜题的关卡 以及那高难度的玩法 在每个关卡中 玩家可以利用人偶的泡泡能力 例如打出泡泡来维修机器人或打开机关 黏泡泡让你可以贴在墙壁上越攀越高 又或者是弹跳泡泡来跳到远处或高处 以及其他的泡泡能力 再配上各种不同内容的关卡 让你在通关的过程中 变得更加有趣 当然除了解谜关卡以外 还有其他的像是冒险关卡 追逐关卡或随下世界等玩法 让玩家在通关解谜关卡后 还有其他的内容可以继续玩 因此游戏性还算不错 另外大陆是觉得游戏里的背景越很好听 画风也很棒 而像这样的横版游戏 还带有剧情 流程和画面也很简洁 让你在游戏的过程中 也能有种畅快的体验 推荐给喜欢这类解谜游戏的玩家 世界机器人全集2 世界机器人全集2是一款机器人格斗手游 大陆感觉因为手机上比较少格斗游戏的关系 所以对这类手游会比较感兴趣呢 但最后还是觉得 主机上的格斗游戏还是比手游来的刺激 在这款游戏中 你将操控你的机械人和对方进行战斗 战斗的操作比较简单 只有两个攻击键和格斗技能 让人可以快速的上手 大陆在故事模式中 还因为差点打不过而卡关 当时推出关卡并获得二星机器人后 大陆发现自己好像瞬间走上了路身巅峰 把刚刚的机器人全都打趴了 还真的是超爽快的 虽然二星机器人也是每名玩家 在这个阶段都一定会获得的 但是没关系 自己开心就好 而在战斗中 你还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发出SP攻击大招 然后根据指示点击或滑动屏幕 来获得最大攻击效果 另外机器人之间也有属性相克的元素 开局前可以根据敌方的机器人属性 派上可以克制对方属性的机器人作战 另外PVP模式在这类游戏中是不能缺少的 你可以和其他线上玩家对打 这样玩起来就没有那么无聊了 False Spirit Match Maker 狐妖小红娘 狐妖小红娘是由腾讯 以及北极关工作室合作打造 有着唯美画风的二次元RPG手游 这款游戏得到了原作者小心的授权 游戏的研发团队也一直与原作者沟通 不久让游戏的各个方面都精心还原原作的故事和世界 大陆在这里基本讲述游戏的背景 狐妖小红娘是由中国漫画家小新所创作的漫画 这漫画的剧情基本上是围绕着人与妖之间的爱情故事 剧记载 世上的人与妖会相恋 但人与妖的寿命毕竟是不一样的 人死了之后妖还活着 而人类转世后就不会再有前世的记忆 包括前世曾与她相恋的妖 而一些痴情的妖会想办法让转世的人类回忆起前世的爱情 而狐妖红娘这一角色就这样诞生了 讲述着以红娘为职业的狐妖 为前世恋人牵红线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 如果对这漫画感兴趣的 可以去Google一下详情哦 当然除了剧情是看点以外 游戏还有其他的玩法要素 像是二次元换装 培育养成这些RPG游戏该有的玩法要素 战斗则与一般的回合制玩法一样 游戏整体来说中亏中矩 但甚至在剧情方面还算不错 反正大陆是有被这剧情吸引到就对了 对狐妖感兴趣 不是 是对这游戏感兴趣的话 就下载来体验一番吧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期的游戏有什么看法呢 虽然并不是全部都是超大牌游戏 或是从画质就可以看到经费在快速燃烧的手游 不过可玩性还是比较高的 让你没有在这一期找到喜欢的 或许你可以订阅大陆的频道 因为我们会继续出更多的游戏介绍影片 相信总有一款会适合你的 若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关注大陆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可以去看看大陆Facebook的小小专页 我是大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优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